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迅速走红 并且成为人人羡慕的某女郎 凭借七月与安生和少年的你中的角色 拿下了多个奖项 成为第三位极其金鸡奖 金象奖 金马奖 三金影后的女演员 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这直接让周东宇成为继周迅张子怡之后 华语影坛第三位获得三金大满贯的影后 直接超越了80后一众女演员 可以成为笔尖四大花的星际花旦 周东宇一直以来给人一种大大咧咧的感觉 非常的直爽 也很可爱 周东宇唯一的缺陷就是太瘦小了 达不到那种凹凸有致的身材 所以网友们平时也调侃他 周东宇曾经在采访时被问太瘦是什么体验 周东宇笑着回应 因为太瘦身材太平 所以很少穿内衣 对于这件事 网友们纷纷跑到周东宇的社交平台下留言 问不穿内衣是啥感受 周东宇四个字神回复表示 自由舒坦 如此大方洒脱的回答 确实是本人无疑了 网友立即笑到抽筋 网友们也表示 我竟乌烟已对 网友们直呼 真敢说啊 也就周东宇敢这么回答了 换一个人 估计听到这个问题就得翻脸 不仅如此 周东宇还主动为胸小的女孩子们证明 喜欢你的人不一定是因为你的身材 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平胸没有什么不好的 演戏的时候 上山下海 跳楼跳崖的没什么累赘 生活里随便买件小号衣服就能穿 看似耿直 情商却很高 那么想要继续嘲笑的人 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周东宇不仅没有自卑 反而是主动出击 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耿来嘲笑他了 因为周东宇切切实实说服了大家 同样是嘲笑 韩国明星雪莉作为偶像 生前曾经多次因为不穿内衣而遭到网友攻击和抵制 最后竟然自杀 虽然他本人解释过很多次 不穿内衣是为了健康和舒服 但在网友们的评论中 他不穿内衣就是放飞自我了 就是无下限 这样的攻击声一直到他自杀去世前都存在 女性为什么要穿内衣 穿什么样的内衣 既是个人选择 也会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 社会压力小了 自然就有人选择放弃束胸 放弃钢圈 甚至放弃内衣本身 毕竟既不保暖也不防身 冬天穿了麻烦 夏天穿了闷热 如果可以选 想不穿就不穿 那当然是最舒服了 还省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